哈喽,我是阅读前哨站的站长瓦机,欢迎收听下一本读什么 今天我想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它的书名叫做超级思维 那这本书的话其实它还蛮厚的,大概总共有四百多页 那我也简单的分享一下,我上礼拜其实有跑去宜兰的江西泡温泉 那我那时候就带着这本超级思维跟着我一起去 想说在这个路上或者说在这个饭店偶尔看一看就好了 结果没想到我就趁着不到两天的时间就把这本书看完了 因为这本书后来我现在总结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所以我很想要推荐给大家 那我那时候带去的时候其实晚上我把这个书拿出来翻的时候 我那时候一开始看我觉得好像有点难 因为这本书里面超级思维它里面讲了大概有三百多个所谓的心智模式 OK,那每个心智模式就是有点像是一个世界运作的一个法则啊或定理 或者是说你要怎么做决定 这个心智模式待会我会详细的解释 所以它书里面有这个三百多个心智模式 也就代表了有三百多个算是专有名词啊 或者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术语 像是什么八十二十法则 OK,或者是什么是第一性原理 就是有一些很特别的一些术语 那这一些术语来说其实乍看之下会觉得有点难 有点overwhelming就是有点多啊 那我那时候觉得说读起来说不定会有点卡卡的 所以我就先翻开来之后开始读 结果没想到读起来反而不会卡哦 反而是很好看就是一张一张的 它每一张都有自己的主题 然后用这个主题去解释每一个心智模式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然后它用这个不同的心智模式 把这个整个主题往下一直串下去 然后带出了很多的故事 然后引用了很多的图表 重点是我觉得里面还有很多的插图啦 所以这些插图的部分也有助于帮助我理解跟吸收 所以我那时候在读的时候 一个晚上我大概就读完了一半 大概两百页的这个篇幅 然后隔天醒来之后 吃完早餐 然后又跟着看一看 然后下午的时候又翻一翻 所以我大概花大概不到两天的时间 就马上把这本书看完了 就是算是很流畅的 一口气的就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 那里面的东西我觉得收获非常的多 然后内容也非常的扎实 所以我想要透过今天的分享 来介绍给你这本好书 那超级思维这本书在我的FB本专上面 也正在举办抽书赠奖的活动 在3月17号晚上10点之前 如果到这个show notes里面的贴文连结 然后过去之后按赞留言加公开分享 就有机会抽到这一本好书 简单先来聊一下说这本书的书名 叫做超级思维 它的这个副标题叫做什么 它的副标题的话是说 跨界 跨域 跨能要突破我们的思考盲点 提升解决能力的这个心智模式大权 OK 所以它是一个算是心智模式大权啦 那是用来让我们统合这个跨界的能力哦 跨界 跨领域思考的能力 然后来解决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中 或者在工作中遇到的也很多的问题 所以这个心智模式是在讲这件事情 那所谓的心智模式 其实如果你有在follow这个巴菲特 或者是他的合伙人查理蒙格的人的话 你会发现说 其实他的合伙人这个查理蒙格先生 他算是一位 我认为他算是一个心智模式的一个推广者啦 因为查理蒙格他最为人所知的这本书 叫做穷查理的普通常识 这本书里面呢 其实就是在探讨很多的部分 我们来探讨心智模式这件事情 OK 那他对这个心智模式的定义是这样子的 查理蒙格他就说 心智模式呢 就是大脑在做决定的时候 所使用的工具箱 当你的工具箱里面的工具越多 你就越有可能可以做出正确的决定 所以他就有点像是一个 算是我们大脑的一个软性的技能啦 你有点像是各种各种的软性工具 在大脑里 你有越多 那你就可以面对各式各样不同的问题的时候 拿出不同的工具去解决它 然后查理蒙格他也说过说 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各种运作模式是非常复杂的 包含说金融啊 政治啊 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数学 甚至是物理化学 这个运作都是非常的复杂的 甚至你还要考量到一些包含人性的部分 那这样子的整体的这样看起来的话 你需要非常多跨领域的这个学科能力 或者说你需要很多很多的知识点 你才可以构足出所谓的一个自己的思考模型 那他认为说其实每一个人 一生中可能你不能单独用一个思考模型 在面对这个世界啦 因为他很喜欢说一句话 他就说在手里拿着铁锤的人眼中 世界就像是一根钉子 所以你看到什么你都想要 你如果你的手里只有铁锤的话 你看到什么都想要把它当成钉子打 就是你对所有的事情你解决方法 如果都用一样的话 就会落入这种问题 所以他认为说 其实世界是相对是很复杂的 没有错 所以我们才需要学习很多跨学科的知识 把它统合起来 成为我们的思考模型 那这些思考模型 又是由这个一个又一个的 这个心智模式所组成的 所以这本书里面会探讨很多 包含这个心智模式的这件事情 所以再来的话 我再讲一下说这个作者是谁 写超级思维的这个作者呢 其实我觉得他还算是蛮有来头的 他是一个这个 Google大家知道的这个搜寻引擎嘛 对不对 那有另外一个搜寻引擎 是专门谈这个个人隐私的搜寻引擎 它叫做DuckDuckGo 那个Duck是小鸭 鸭子的鸭 DuckDuckGo 那这个搜寻引擎的话是 完全是尊重我们个人的隐私的 就是说 他不会去追踪我们的这个搜寻记录 也不会去追踪我们到底看到哪些网站 他完全强调的就是个人的隐私 跟Google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是这一个搜寻引擎的创办人 他的名字叫做Gabriel 那这本书的另外一个作者呢 刚好就是他的妻子 叫做Lauren 那Lauren的话 他是一个研究员 那同时他也是一个统计学家 所以他们两个人联手写了这本书 这个作者他就分享到说 他们常常在聊天的时候啊 都会去聊一些包含这些心智模式的这些原理啊 或者说他们会讲一些包含物理啊 或者说数学啊 科学金融方面的事情 发现说其实世界上的这个运作模式 以及说我们人类在做决策的时候 所采取的一些方法 或者说采取背后的一些观点 其实有时候都很常重复出现 他们渐渐的就发现说 这些重复出现的模式 原来就是所谓的心智模式 那他们也后来也读了 包含这个查理蒙哥之前的那本著作 然后也非常的认同这个观点 认为说这个观点真的很适合被大肆的去推广 所以他们在这个查理蒙哥的这本书里面 得到了很多收获 但是我觉得他们也有反映一个状况 就是说这本书其实 就是查理蒙哥这本书 其实我觉得并不是这么好 白话文的去了解他 因为他里面讲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稍微缺乏一些编排 所以查理蒙哥那本书 虽然是一本很有智慧的一本书 可是他比较偏向于说 他是截录了这个蒙哥先生 他的很多的演讲稿 所以说你必须要自己去消化 去排列去组合 你才能够很好的消化那本书 所以这个两位作者呢 这本超级思维的两位作者 认为说其实他们有办法 把这个东西再更进一步的 去精炼出来 去提炼出来 而且还可以加上很多 更多的这个心智模式的东西 然后他们把这些东西整合起来 装罗了大概有三百多种的 这个心智模式 然后写成了这本书 而且他们写作的方法 蛮特别的啦 就是说他也不是说 一个一个的叫做名词解释 因为那样就会变成一本字典嘛 所以他们用的方式是比较偏向于说 他们在这本书里面 把它写成了九个大的章节 那这九个大的章节呢 就是包含了我们日常生活中 会遇到的九种情境 那例如说第一个的话是有点像是说 怎么样来制定决策减少出错的几率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什么时间运用啊 提升效率 OK他们就列了这样子 我们日常生活中 常常遇到的这个九大情境问题 然后用这个九大情境题呢 分别在里面 在依照顺序 然后安排了很多的心智模式 在里面 逐项的去解说 然后让我们知道说 原来有这么多的心智模式可以运用 然后有一些是我以前读过书的时候看过的 但很多也是我之前读的时候 其实都没有看过 所以这本书有点像是帮我在以前的旧观念 做了很多的复习 那也带给我很多新的心智模式的概念 讲到这边的话 我简单来定义一下 什么叫做心智模式 刚刚听我讲了很多嘛 那我们现在来仔细地定义它 是什么东西 这个心智模式的这个英文呢 叫做mental model mental model 它也可以叫做是心智模型 所以心智模式 心智模型 你可以当做是 大概是同一个东西 那这个事情呢 指的是说我们心中 关于我们自己 还有别人 还有组织 还有整个周围世界 每一个层面的假设 还有每个层面的形象跟故事 然后我们会深受这一些习惯的思维啊 还有我们自己的知识的局限 用这些方式去思考东西 所以心智模式会影响一个人 看待事情的方式 也会影响他对于事情的判断 和决策的能力 那查理蒙格他曾经在他的书里面有说过 他说你们必须掌握许多知识 让它在你们的头脑中 形成一个思维框架 在随后的日子里面 你就能自由地运用它们 那这边的思维框架 其实就是指心智模式的意思 特别是针对这种 我们现在面对很复杂 很快速变化的世界 我们更应该要拥有更多的这个 不同多元的这个心智模式 才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中 做出很正确的思考跟判断 所以反过来说 当一个人的这个心智模式太少的时候 当他知道的这个心智模式太少的时候 可以用来思考的工具太少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状况 就是变成说像刚刚讲的 就是他变成他手上只有铁锤 看到什么都想当钉子打 那这样子的话 就变成他所解决问题 或者说他面对这个决策的时候 他所能用的工具真的太少 那你没办法踏出数字圈 去学其他的工具的话 你就会用旧有的思维 或者说比较僵化的观念 在处理很多不一样的事情 这样子的缺点就是比较像是 不知变通啦 就是用同一套东西 想要打全部的这种感觉 好那具体来说 这个心智模式它有什么用途呢 那读完这本书之后 我发现心智模式的用途 其实很明确就是有分成两个 它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 或者说在我们的工作职场中 甚至如果有些人是 在经营企业 在经营这个生意的话 它也可以在你的这个商业模式里面 带来很多的启发 好那所以我觉得它具体 有两个很明确的用途 第一个用途是 用来解释我们生活中 碰到的各种事件还有问题 去理解他们这些事情的运作原理 找出最佳的解决方案 好那第二个用途是什么呢 第二个用途是 可以用来帮我们 避免很多的错误跟偏误 达成最好的评估跟判断能力 那做出当下 对我们来说最理想的决策 OK所以我认为它就是 可以有两个用途嘛 一个是知道世界的运作原理 第二个是知道了原理之后 帮我们做出最理想的决策 好所以说 包含作者他也认为说 这个很熟悉心智模式的人呢 他们有时候会培养出一种 我们外人看起来好像是超能力的一种感觉 我们会觉得那些人好像直觉很强 怎么看到事情一看就会 然后看到东西一看就完全了解 马上可以做出决断 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那作者他的理由是这样说的 他说那一些看似于就是超能的这种直觉呢 其实有时候是因为这样子的 越熟练心智模式的人 对于特定的情况 该使用哪一种模式 会产生一些很准确的直觉 然后会越来越准越来越准 他们也就可以越来越快的 去用这些模式做出更好的决定 所以也就是变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当你知道的心智模式越多 你有越多的工具可以使用 那你就越容易去理解一个问题 越容易去理解一个问题之后 你就越容易做出很正确的判断 然后你的决策的品质就会跟着提升 所以学习不同的心智模式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也是我帮这集的节目 下了这个标题的原因 OK 我说为什么每个人都应该要学习心智模式呢 那其实关键就是在于这边 我们要看懂世界运作的方式 帮自己做出聪明的抉择 那接下来的话 我要接着跟你分享一下说 在这本书里面呢 有提到的几个不同的心智模式 以及他们应用的场景是什么 那在我这边的话 我这边有部落个文章 有分享了四个比较详细的心智模式 我先从这边来分享 那后面的话我会再分享其他的五个 这个是在文章里面所没有提到的 那第一个是叫做 我们该如何去运用时间 然后如何去提升自己的效率呢 这边的意思就是说像这个章节在讲的就是说 我们常常会觉得说自己好像时间不够嘛 怎么样来让自己的时间是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面呢 那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想法 就是例如说我以前也是这样子的 就是事情好像感觉总是做不完 然后被生活追着跑 被工作追着跑 被所有的任务追着跑 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的话 你可以静下线来看看 就是说有一个心智模式 叫做这个爱森豪决策矩阵 那这个爱森豪是美国的一个前总统 那这个决策矩阵呢 就是他提出来 那针对我们要怎么样安排 我们日常活动的这个优先序 所安排的一个工具 那这个矩阵呢 它有两个维度 也有一个维度 在X轴的话 是这个紧急的维度 那在Y轴的话 是这个重要的维度 所以在X轴 你可以把它再拆成两个 叫做紧急跟不紧急 那在Y轴的话 会有重要跟不重要 OK 所以当有着这四个部分 四个部分的时候 你就可以组成一个四个向线的一个图 那把你要做的事情 你想要决策之后 你想要做的事情 把它安排在这个四个向线的 其中一个向线里面 去看一下这件事 到底对你来说 它重要吗 或者是它紧急吗 OK 那这边举个例子 就是说 像我们平常来说 对我们生活上的压力 大部分都来自于两种 第一种是 当然是重要跟紧急的 这个一定是 让我们最敢压力 而且最需要马上完成 而且它要重要的 那第二种是叫做 紧急 但是却不重要的 OK 紧急 但是却不重要的 那例如说 这个什么叫紧急却不重要 例如说你要缴账单 你要缴房租 OK 你要可能家里 那个玻璃破掉了 你要马上去处理 这种是很紧急 但是却不是真正很重要 对你的人生 长期来说它并不是重要 但是它却很紧急的 所以这方面的任务啊 大部分会朝向于说 把它去授权给别人去做 委托给别人去做 甚至有一些时候 你甚至要忽略它 那另外来说 另外一个向线是说 不重要也不紧急的 这个向线 例如说 常常我们可能做过 这个多余的娱乐 或者是做了很多的虚工 然后做了很多 无所事事的事情 这种就是 不重要也不紧急的 那这个事情其实很多 这种事情比较 朝向于说要把它降低 或者是完全的去排除 但是呢 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 刚刚还有讲 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 反而是一个向线 叫做 不紧急 但是重要的事情 不紧急 但是重要的事情 有哪些例子呢 例如说 我们要做的很多的 算是很深度的工作 要很专心的工作 然后还有一些 算是规划跟策略 对长期的规划跟策略 还有一些 算是我们的自主学习 可能你要学一些 线长课程 或美语课程 这方面的事情 其实对我们生活来说 它并没有那么紧急 因为你今天不做 也不会怎样 等着明天做 好 明天不做也不会怎样 它没有这么急迫性 可是它却是重要的 那我们常常会在 这个向线忽略掉 而且我们可能会发现说 在这个艾森豪的决策举证 四个向线里面 常常这个 这个不紧急 却重要的向线 是我们最少去做的事情 久而久之的 你可能会把你的精力 全部放在前面两个 比较紧急的这个向线 那你就会把你的精力 都花在这边 真正对于长期来说 重要的这回事情 反而却没有去做 所以我是觉得说 像我们常常在谈说 时间管理 时间管理 或者说时间运用 其实最重要的 就是安排优先序 所以尽可能的把 最后一个向线 就是不重要不紧急的 尽可能的忽略 会完全不要做 那把你 你要投入的时间 你要投入的精力 尽可能的放在 两个重要的事情上 OK 所以这个地方是 这个心智模式 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我们可能 偶尔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并没有 实际的去分析它 没有把它用在 我们的生活中 所以这个心智模式 是需要去应用它 需要去使用它的 接下来呢 我要谈一个 关于如何去适应变化 的这个章节 去适应变化 那这边的话 要提一个 很有名的惯性定律 就是说 这是牛顿提出来的 他说 静止的物体 很久维持静止 但是运动中的物体 除非呢 受到了不平衡的 外力去作用 否则 它将会以 相同的速度和方向 持续去运作 持续去运行 那这个是一个 物理现象 这个其实用在 我们的生活上面 其实也有 很大的相似之处 我们的信念 跟我们采取的习惯 其实 常常就是有 很大的这个惯性 因为这个 信念跟习惯 你用了越久 你拥有它越久 越难被改变 但是呢 因为现在的这个 社会是非常快速变化的 所以有一些 我们的旧的信念 或我们旧的习惯 其实是已经 很不适合这个时宜了 那我们要去 改变它的话 你就需要一些 不同的理解 对于自己 有不同的认识 那这个时候 就是要必须让自己 变成一个 比较有适应性的 一个人 在这个 不同的环境里面 都可以去做适应 那这个时候 我们要允许 自己去接受行资 也要允许自己 去改变一些 旧的思维 甚至像查理蒙格 它很特别的地方 它会一直去寻找 自己在去年 或者在今年 犯了哪些错误 它会很专注于 那些错误 并且改善它们 或者说 专注于那些错的观念 而去改善它们 它们是 关注错误的 它们比较不是说 观察 关注成功 它们关注的是 自己曾经的错误 好 那这边 很值得一提的 就是说 有一个心智模式 叫做 飞轮效应 好 这个飞轮效应 是什么呢 你就想象一个 在转动中的飞轮嘛 如果你要把它停下来 是相对不容易的 如果它已经 一直在转的时候 你要把它停下来 是不容易的 有点像是旧的习惯 你要去把它改变 是不容易的 OK 那你一旦把它停下来之后 它就静止了 但是呢 这个静止的这个 飞轮 你又要让它重新启动 你又要去建立 一个好习惯的时候 这个时候 也是不容易的 因为你要从静止 到它持续开始转动 你需要很费力的 去推它 但是当你最后 真正把它推起来 它开始转动之后 你要再推它 就很容易了 你就只要再给它 一点点的力量 一点点的力量 它就会持续的转动 所以这边指的就是说 回归到我们自己本身 就很像是说 我们任何 我们人生上面 要做的一些 专业的发展 或者说我们对于技能的培养 都是一样的 都很像一个飞轮 你一开始可能 什么都不会 或者说还很陌生 这个飞轮根本不会转 那当你要培养这个技能 或培养这个专业的时候 你起初的进度 一定是很缓慢的 但是当你这样子 一把手一把手的 这样子去推它 让它真正开始 慢慢的动起来 然后甚至是 接下来越动越快的时候 那它真正转起来 获得了动量之后呢 这个惯性的效应 持续的这样转动 这个整个进展 就会变得更容易了 所以这边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前期短期的这个努力呢 可以把它累积起来 虽然说很辛苦 但是你去把它累积起来 将会带来很长期的效力 这个长期的效力是这样子的 未来呢 你就可以把以前的努力 当成是一个复利效应 你以后要推动自己的 任何的技能 或者是专业都更容易了 你只要花更少的力气 你就可以让这个滚轮 一直转一直转 这个飞轮一直转一直转 所以这边要提的就是说 在起初一定是费力的 但是你转起来之后 你可能只需要很少力量 就可以让它顺利的转动 这个就是飞轮效应 在讲的这个原理 那再来第三个 我们要来分享的就是说 关于这个在职场当中 我们要如何去领导团队呢 好 那这边的话 其实为什么要分享这个 是因为我最近有跟一些 刚晋升这个主管的同事 有聊过 那他们有在聊一些事情 包含说我们有时候会在互相 在谈说 小主管其实有很多的心酸 很像夹心饼干 那里面有一个很深刻的问题 就是说 有人问我啦 他就说该怎么样安排工作呢 才不会变得最后 好像每件事情 都是我这个小主管 要亲力亲为 那问题其实是出在于说 我们派工的时候 并不是单纯的去派说 简单的给谁做 或难的给谁做 如果你只是用这样的维度 去思考的话 可能会稍微 没办法去变通 后续应用 那其实比较好的变通 我在这本书里面 有看到 的确是蛮符合 我们后来 在这个职场中 安排工作的方式 这个心智模式 就是叫做所谓的 后果跟信念矩阵 后果跟信念矩阵 这边的后果 是指说 在这个工作派任务的时候呢 如果没有办法完成这个任务 造成的后果 跟影响 还有副作用是什么 这个叫做后果 那信念是什么 信念就是说 你对于你要指派 给人家的工作 你自己的信心程度 你对这件事情的理解程度 到底是高或低 你的信心是高或低 OK 所以就是有信念 跟这个后果 两个维度 所以你也可以同样 像刚刚举证的方式 把这两个维度 画成一个四个向线 你会发现一些事情 例如说 这个高信念 高后果的这种 这种任务 你必须是亲力亲为的 因为你对他 有很高的信心 你也对他 这个成果 如果没有达成的话 会有很高的副作用 会有很高的不好的影响 所以这种东西 你是必须要 亲力亲为的 但是你其他 三个向线的东西 就是可以去思考 怎么授权 或怎么样指导 给你的员工的 例如说 高信念 低后果的向线 就是很适合 去教员工 去自主学习 或自主练习的部分 因为他的后果低 但是你对他的 信念是高的 所以这个后果低的情况下 你可以放手的 让员工去做 然后你只要 在定时之间 去监督他 去看他有没有作对 这样子其实就很OK 那另外一种是 这个低信念 高后果 这个要怎么做 这个同样也是要 有部分的授权 低信念 高后果 就是你对于这个东西 你的信心 并没有那么高 所以你必须要 放手给专业的人来 那你的这个 虽然是高后果 所以你必须要用 比较密集的 监督的这个时程 比较 比较频繁的 去监督 或者说 频繁的去查核 他的执行进度 那确保这个高后果的事情 是有被完成的 这个部分 你还是要授权 那在最后一个向线 是叫做 低信念 低后果 就是他也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他也不会有什么大影响 那你对这个东西 信心也没有这么高 这种东西 你就要完全授权 你连做 都不应该做 OK 所以像是这样子的向线 你就要授予完全的 这个授权 所以在这个部分 用这样子的一个 后果跟信念矩阵 来做判断的话 你就可以把很多不同的任务 分配给不同的向线 然后 只把自己的心力 投注在这个 最专注的心力 投注在这个 高信念 高后果的任务 其他的部分 采取监督 跟查核的方式 去执行 尽可能的授权 给其他的人 OK 那这就是 这个领导团队 派工的一个 还不错的一个小技巧 这个行制模式 就是用在这个时候 那最后一个 这个第四个 如何提升 自己的竞争力呢 OK 那在这边要讲的是说 在现在这个 很快速变迁的 这个商业模式之中 有一个东西叫做 最小可行性产品 英文叫做MVP Minimum Viable Product 这个是最小可行性产品 它指的就是说 单纯为了可用 或者是 这个可行性的验证 开发一个很小 但是很小数量 但是却已经具备 足够功能的产品 让真人去做测试 OK 那这个就是有点像是 先不求完美 先求效用 然后最后再来求改善 这个精神 那这个策略 可以让你在推广 这些产品 能够很快速的去符合 这个快速变迁的 一个商场 那在这个部分呢 企业也可以这样子用 他们会接触到 这个很多的客户之后呢 藉由这个MVP 最小可行性产品 接触到一些新客户之后呢 他还可以再去使用 一个新制模式 叫做OODA循环 ODA循环 这个Observed 观察 Orient是这个定位 定向 那D就是Decide 做决定 那这个A 是所谓的Act 做行动 所以这个边在讲的 就是说 先讲求快速的去观察 不断变化的状况 重新去定向 对于这个局势的评估 然后你再决定 下一个最佳方案 要做什么 最后是毫不猜 毫不犹豫的 采取行动 然后重复这样子的 一个四个动作的循环 OK 那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其实也可以套用在 我们个人的这个 算是个人成长 或者说个人职场 能力的提升 竞争力的提升 因为你先采取 最简单的行动 然后去达成初步的成果 然后才观察跟调整 决定你的下一步 要怎么做 最后真的去采取行动 所以这边在提醒的 就是说 不要有那种 就是光说不练的 这种行为 变成说 你如果想要做某件事情 想要尝试一个演讲 或想要做个某个简报 或想要执行某个专案 最好的方式就是 先踏出那一步 真正的去试试看 真正去采取行动 你如果说 想要达成那样子的目标的话 你要先假装自己 是真的已经开始这么做了 然后你在做的过程中 你才会有更多的回馈 更多的想法 藉由这个行动 刺激自己的思考 所以这个是我之前 也有分享过的一个概念 在这边也被提及 所以你看刚刚 讲过这个OODA的循环 很多的企业 或很多的人 他可能没办法用得很好 其实很关键的一个环节 就是缺乏了 所谓的行动 当这个行动 没有发生之后 他这个观察 或者是他这个定向 或他这个决定这件事情 其实是没有办法 继续转嫁去的 因为你没有行动的话 你没办法 有更好的回馈 没有回馈 你就很难让自己 再去改善 再去采取下一步的动作 所以这个行动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刚刚看了一下时间 好像今天讲到这边 已经过了 大概25分钟左右 所以今天的节目 我们可能先收个回 然后我会把 其他的五个部分 这本书的其他的五个部分 会在下一集的节目 继续做介绍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也欢迎再持续收听 下一集的节目 在最后呢 也来分享一下 这个Apple Podcast 上面的五星评论 这次的评论是来自于 美国的这个 iTunes上面看到的 这边有一个评论 这个读者叫做 Your Podcast Fan 那他留的这个内容是 喜欢瓦记的用心经营 也很喜欢最近几集的书籍 很有趣 跟之前的书比较不一样 再加上呢 瓦记的讲解 有画龙点睛的效果 也很喜欢你在节目里面 分享一些你过年的时候 回家的感受 让我们觉得 你有像朋友的感觉 谢谢你花时间 带给我们优质的节目内容 祝您万事顺心 OK 感谢这位 Your Podcast Fan 这位朋友 那 这个好像是比较 之前的留言 留在这个过年的期间 但是我可能是比较晚念 因为是在这个 iTunes上面 而且是在美国的iTunes上面 看到的 OK 那没关系 也真的是非常感谢你的留言 那也很开心说 这样子的分享 跟这个 有时候有 带有一点点闲聊的方式 可以带给大家 比较一个亲近的感觉 OK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边 就到了尾声 额外提一下 我上个周末 有开了Telegram的频道 所以如果你有在 使用Telegram的话 欢迎你在 Show Notes里面 找到这个连结 并且可以加入我们的频道 会把这个最新的文章 跟最新的Podcast通知 还有一些金玉良言 这些东西都会在 这个Telegram频道 同步的分享给大家 好 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 这个Podcast节目内容 我分享的东西 对你也有帮助的话 欢迎追踪下一本读什么 也到Apple Podcast上面 帮我留下五星评论 推荐给其他有需要的读者 我每周呢 也会在阅读前哨站的 部落格 还有FB粉专上面 分享一篇读书心得 喜欢文字版的朋友 别忘了去追踪 还有订阅电子报 这是对我最好的支持 好的 下一本读什么 我们下次见 拜拜